好了 我們現在要一起告別Youtube的好功能 就是Youtube短篇故事 它將會在2023年6月26日停止服務 即是告訴大家在2023年6月26日 即是兩天後 今天是6月24日 兩天後 你就不可以再建立短篇故事 自2023年6月26日起 那天開始不可以再建立短篇故事 哪個創作者都不可以 好了 在Youtube上創作方式很多 例如社區貼紙 即是Post 貼文 Shorts 又有長片 直播 短篇故事 現在有很多功能的Youtube 現在Youtube可能工作很慢 或者人手不夠 或者機器不夠 它考慮優先這些關鍵功能 故事將會被Cancel 即是除消 從2023年6月26日開始 創建新Youtube短篇故事的選項 將不再可用 在那個日期 即是6月25日之前 以上線的短篇故事 將會最初發揮之後7天過期 好了 即是意味著 你最後一條短篇故事建立日期 是2023年6月25日 即是明晚的夜晚11點59分59秒 那你6月20日停了 那那天就沒有了 但你6月25日建立的東西 要7天後才會沒有的 即是最遲 最後那段短篇會在2023年7月2日 星期日 晚上11點59分59秒消失 即是正式來說 2023年7月3日 短篇故事會走入歷史 即是已經拜拜了 雖然故事正在消失 讓大家發現貼文和YouTube source 都好的選擇 可以提供到有價值的觀眾聯想對話 好了 那現在我想說 那你現在想做短篇故事 但它有一個替代方法 在6月26日之後 6月26日是星期一來的 好了 如果你想分享輕量級更新 快點對話 向觀眾宣傳的YouTube內容 你可以用YouTube貼文來代替 在同時使用貼紙和故事的創作者裏面 貼紙平安帶來的評論 和點贊助故事的幾倍 最近將寫過貼紙的訪問 即是可以用的 擴大了幾百萬位創作者 將故事的一些流行方面引入去post 例如豐富的編輯工具 以及貼紙在24小時過期功能 創作者的投票 即是Polar測驗 就有Quiz 過濾器用貼紙 但它有新的參與功能 和觀眾的 加強觀眾的聯繫 這個幫助中心組可以找到 查找創建社會貼紙的分部署名 即是你要想建立都行 你如果不懂得見 可以看這裏 應該想製作短視頻內容 或者吸引新觀眾 YouTube Shots 都好 在同時使用Shots和Story的創作者組 Shots和Story很像 用Shots和Story的創作者 Shots平均吸引的digest 是Stories的幾倍 入門很容易 你可以直接在Shots上機裝 使用我們的輕量級移動視頻工具 例如添加本文同類鏡 或者嘗試在YouTube上 重運你喜愛的內容 我們繼續將為Shots體驗 帶來更多引人入性的功能 即Shots是有孩都不會淘汰的 隨著Shots和寫歌碟的功能 將於全年發佈 我們只是求知新的創作工具 要擴大受眾媒體 受眾群體 我們期待你可以使用這些 格式創建的內容 貼文、短片、直播、影片 一般影片、長片 Stories、故事 真的不好意思 你如果這麼迫切是要的話 我都沒有理解了 這篇文章2023年5月26日發行 提醒大家在6月26日就會停止服務 由於短片故事最初在2018年發佈 至今歷史都有接近5年的時間 Youtube為了要做其他事 他人手又不夠 為了要發展其他多些的東西 他唯有取捨、減走故事 他覺得故事是暫時一個最不好的做法 因為故事你自己都知道 需要一萬個訂閱者 才可以用到 你想一下門檻多高 所以他認為已經沒有了 不好 你這麼多人 他由現在測試時間 他可能一直都想降到1500 就用到 但他現在因為要發展其他新功能 系統的負荷不絕 所以 Sorry了 他真的要減掉你這個功能了 好了 那這就是創建 創建 故事的方法 那 那就 沒有了 沒有了 那這裏呢 其實你現在學識建立都沒有用的了 因為呢 你呢 現在就算有一萬個訂閱者 你都要等七天才會再有 那七天後即是沒有了 所以 你現在呢 是不需要再想著建立短片故事 用其他方法代替 所以 就這樣 拜拜 拜拜